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1.有一年 我和老板在珠海过关去澳门的时候 被一个乞丐扯住了 乞丐身强力壮 一副不给钱不让你走的样子 那个时候我23岁 年轻气盛 顿时非常气愤 和他倔助了 我当时的态度是 你这是强钱还是乞讨 你还这么年轻 不知道自己去赚钱啊 就算你扯住了我 我也不会给你钱 老板发现我没有跟上来 原路返回找到了我 他大致了解清楚后 和那个乞丐赔了个笑脸 马上从皮夹里掏出十元给了他 带着我匆匆离开 一路上 我有点闷闷不乐 老板看穿了我的心思 说 是不是还为刚才的那个事情感到憋屈 欲成大事者 绝不在烂事上纠缠 我说 是啊 这种人就不应该惯着他 不能认怂 憋了一口的气在心里有点不舒服 老板对我黑黑一笑 说 和他纠缠下去 客户还在澳门等着我们 耽误了时间怎么办 你以后要记住一句话 想做大事的人从来不会在烂事上面纠缠 老板说的话 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进去 当时只顾着自己的憋屈和难受了 二 记得有一次高校毕业季 公司在大学里面招聘了一批应届大学生 其中有个女孩 长得高挑漂亮 口才和能力都不错 她和副总的关系处得比较好 在他们的那一批应届大学生中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个女孩 尤其是女性 那个时候留言四起 有人说她勾搭副总 企图获得职务晋升 甚至有人说 有一次看到她脸红扑扑的从副总办公室出来 肯定是两个人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她和副总的八卦成了他们 那一帮人私下同事聚会闲谈 最重要的谈资 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外出 聊天的时候 我忍不住点了她一下 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都在传你和副总的绯闻 你要不要避讳或者澄清一下 她却对我复制一笑 说没事 深正不怕影子外 我现在真的特别忙 没有闲工夫去扯这些烂事 没有闲工夫去扯这些烂事 后来 她依然我行我素 根本没有去理会那些脚舌根子的人 三 和她接触之后 我发现她真的是很忙 上班的时候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为了业绩非常拼 PPT美得像花卷一样 数据也都非常详实 下班的时候 她不是上英语补习班考指称 就是在健身房 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而那些喜欢脚舌根子的人貌似都显得蛋疼 不仅工作做得差劲 而且没事就喜欢剧 到一起聊别人的八卦和隐私 仿佛他们就靠着这些东西度过闲得无聊的日子 一年后 戏剧性的荧幕来了 副总结婚了 新娘不是她 而她也新交了男朋友 她和副总的绯闻不公自破 那些散布谣言的人 被啪啪啪打脸 两个月后 更戏剧性的荧幕来了 公司提升了那个女孩的职务 成为了那些脚舌根子人的顶头上司 提升的理由也简单粗暴 因为她一个人的业绩是那一批人总和的一半 这个时候 那些之前脚舌根子的人 纷纷掉转枪头 一个劲的拍她马屁 有的从家里拿来特产送给她 有的时不时的送零食给她吃 甚至有的人出卖朋友 和她打小报告 说之前的谣言是谁谁谁传出来的 真是亮瞎了我的狗眼 记得之前听过的一句话 离太贤的人远一点 深以为然 一个月赚一百万的人 和一个月赚一千块钱的人 他们每分钟值得钱 能一样吗 欲成大事者 绝不在烂事上纠缠 四 不在烂事上纠缠 是一种处世哲学 它还是用在很多方面 你陷在一段不幸的婚姻里 你要想的应该不是怎么和渣男撕逼 怎么报复她和小三的那点烂事 你应该想的是怎么快速离开渣男 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过好往后的生活 你现有的圈子里面 都是一群负能量爆棚 喜欢诋毁攻击别人的人 你要想的不是如何打败他们 你应该加快你的脚步 脱离这个圈子 进阶到一个更高级的充满正能量的圈子 人生苦短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 如果你想要收获一个丰盛美满的人生 就千万不要和烂事如纠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